三国演义 第119回 假投降巧技成虚化 在受善一样化葫芦 却说中会请将为记忆收邓爱之策 为曰 可先令监君卫冠收爱 爱欲杀冠 则反情时矣 将军却起兵讨之可也 会大喜 遂令卫冠引述时人入成都收邓爱父子 冠不足止之曰 此事中司徒令邓征熙杀将军 以正反情也 切不可行 冠曰 无字有记 遂先发习文二三十道 其习曰 奉赵收爱 其余各无所问 若早来归 极家绝赏 敢有不出者 灭三族 随备见车两胜 心夜望成都而来 必及鸡鸣 爱不将见习文者 接来头拜于魏冠马前 时邓爱在府中为起 冠引述时人突入大呼曰 奉赵收邓爱父子 爱大惊 滚下床来 冠赤武士扶于车上 其子邓中出问 亦被捉下 扶于车上 府中将立大惊 欲带动手抢夺 早望见尘头大起 少马报说 中司徒大兵到了 众各四散奔走 中慧宇将为下马入府 见邓爱父子已被俘 慧以鞭踏邓爱之首而骂曰 养独小儿何感如此 将为义骂曰 匹夫行显侥幸 亦有今日爷 爱义大骂 慧将义父子送赴洛阳 慧入成都 尽得邓爱君马 威生大振 乃未将为约 无今日方称平生之愿意 为约 习寒信不听快通之说 而有未央公之祸 大夫种不从范离于五湖 足福建而死 思二子者 其功名岂不赫然灾 土以利害为名 而见机之不造也 经功大勋已就 威震其主 何不犯周绝姬 登额眉之领而从赤松子游乎 慧孝约 君言差矣 无年未四询 方思进取 岂能辩孝此退贤之事 唯约 若不退贤 当早图良策 此则民工智力所能 无凡老夫之言矣 慧福长大孝约 博约之无心也 二人自此每日商议大事 唯密语后主书约 望陛下忍数日之入 唯将使设计为而复安 日月幽而复明 必不使汉事终灭也 却说中会正与将为谋反 呼报司马昭有书道 会接书 书中言 无孔司徒收爱不下 自屯兵于长安 相见在境 以此先报 会大经约 无兵多爱数倍 若但要我情爱 尽功之无独能伴之 今日自引兵来 是以我也 遂与将为计议 唯曰 君宜臣则臣必死 岂不见邓爱乎 会曰 无亦决矣 事成则得天下 不成则退西蜀 亦不是作留备也 唯曰 敬文国太后新王 可诈称太后有遗诏 教讨司马昭 以正是君之罪 据民公之才 中原可席卷而定 会曰 博曰当作先锋 成事之后 同享富贵 唯曰 愿孝全马为牢 但恐诸将不服尔 会曰 来日元宵佳节 于故宫大张灯火 请诸将饮宴 如不从者尽展之 为暗喜 次日 会为二人请诸将饮宴 数询后 会直悲大哭 诸将经问其故 会曰 郭太后临绷有遗诏 在此 为司马昭南雀士君 大逆无道 早晚将篡位 命无讨之 如等各自签名 共成此事 众皆大惊 面面相去 会拔剑出俏曰 为令者战 众皆恐惧 只得相从 话自已毙 会乃困诸将于宫中 严兵尽首 为曰 我见诸将不服 请坑之 会曰 无以令宫中绝一坑 致大棒数千 如不从者 打死坑之 时有心腹将秋鉴在侧 见乃护君 狐猎不下救人也 时狐猎亦被奸在宫 见乃密江中 会所言报之狐猎 猎大惊 气告曰 无而胡渊领兵在外 安之会怀此心也 如可念向日之情 透意消息 虽死无恨 见曰 恩主勿忧 容某图之 遂初告会曰 主公软尖诸将在内 水时不便 可令一人往来传递 会肃听秋鉴之言 遂令秋鉴尖灵 会吩咐曰 无以重视脱辱 修得泄漏 见曰 主公放心 某自有谨言之法 见暗令狐猎 亲信仁入内 猎以秘书复其人 其人持书 火速至胡渊颖内 戏言其事 呈上秘书 渊大惊 遂便是诸盈之之 众将大怒 即来渊盈商议约 我等虽死 岂肯从返辰也 渊约 正月十八日中 可咒入内 如此行之 监君未冠身 喜胡渊之谋 即整顿了人马 令秋鉴传语胡猎 猎豹之诸将 却说中会请将为问曰 无夜梦大蛇数千条摇无 诸何吉凶 为曰 梦龙蛇者皆其庆之赵也 会喜 信其言 乃未为曰 弃杖以备 放诸将出问之 若何 为曰 此辈皆有不服之心 久必为害 不如成早路之 会从之 即命将为领武士 网杀众位将 为领命 方欲行动 忽然一阵心疼 昏倒在地 左右扶起 伴赏方苏 忽报公外人生沸腾 会方令人探时 寒生大震 四面八方无限兵道 为曰 此必是诸将作乱 可先斩之 忽报兵已入内 会令关上殿门 使军事上殿屋 以瓦及之 互相杀死数十人 宫外四面火器 外兵砍开殿门杀入 会自撤建立杀树人 却被乱剑射倒 众将削其手 为拔剑上殿 往来冲突 不幸心疼转家 为仰天大教约 无计不成 乃天命也 岁自吻而死 十年五十九岁 宫中死者数百人 卫冠约 众军各归隐所 以待亡命 卫兵争欲报仇 共剖为父 其胆大如鸡卵 众将又进取 将为家属杀之 邓爱不下之人 见忠会将为已死 岁连夜去追结邓爱 早有人报之未冠 冠约 是我捉爱 今若留他 我无葬身之地义 护军田旭曰 习邓爱取江游之时 欲杀旭 得众官告免 今日当报此恨 冠大喜 遂浅田旭 引五百兵赶至棉竹 正欲邓爱父子 放出剑车 欲还成都 爱只道是本部兵道 不做准备 欲待问时 被田旭一刀斩之 邓忠亦死于乱军之中 后人有诗探邓爱曰 自幼能筹化 多谋善用兵 宁谋之地里 仰面是天文 马到山根段 兵来时尽分 功成身被害 魂绕汉江云 又有诗探中会曰 调年称早会 曾做秘书郎 妙记青司马 当时耗子房 寿春多赞化 间隔显阴阳 不学桃朱影 游魂碑故乡 又有诗探江维曰 天水夸英俊 梁州产一财 戏从上复出 数奉武侯来 大胆音无拒 雄心是不回 成都生死日 汉将有余哀 却说将为中会 邓爱已死 张义等已死于乱军之中 太子刘玄汉 受停侯关仪皆 被卫兵所杀 军民大乱 互相践踏 死者不计其数 寻日后 甲冲先至 出榜安明 方室宁静 刘魏冠守成都 乃谦后主妇洛阳 只有上书令凡见事中 张绍光路大夫 乔州秘书郎系正等数人跟随 廖画董绝皆脱并不起 后皆忧死 十位景元五年 改为贤西元年 春三月 吴将丁奉剑术已亡 岁受兵还吴 中书成画和奏吴主孙修曰 吴蜀乃纯齿也 纯王则齿寒 成廖司马昭发吴在即 起陛下身家防御 修从其言 遂命陆逊子陆抗为 镇东大将军 领经周末 守将口 左将军孙一守南徐朱处爱口 右沿江一带屯兵数百营 老将丁奉总督之 以防卫兵 见您太守或歌文成都不守 速服忘息大哭三日 朱将皆曰 既汉主侍卫 何不肃详 歌器未曰 道路隔绝 为之吴主安为若和 若为主以礼待之 则举诚而详 为为婉矣 万一为入吴主 则主入臣死 何可详乎 纵然其言 乃是人到洛阳探厅后 主消息去了 且说后主至洛阳时 司马昭已自回朝 昭则后主曰 功荒淫无道 费贤施政 礼仪诸禄 后主面如土色 不知所为 文武皆奏曰曰 属主济师国际 信早归降 宜设之 昭乃风禅为安乐宫 赐住宅 乐器用度 赐卷万辟 同必百人 紫刘瑶及群臣凡剑桥周系正等 接封侯爵 后主谢恩除内 昭英皇号渡国骇鸣 令武士押出世曹 临时处死 石货歌探听得后主受封 遂帅不下军事来详 四日 后主轻易司马昭府下败谢 昭设宴款贷 先以为乐武戏于前 赎官赶伤 读后主有喜色 招令蜀人伴蜀月于前 蜀官尽皆堕累 后主嬉笑自若 久至半憨 招为贾冲曰 人之无情乃至于此 虽使诸葛孔明在 亦不能辅至九全 何况将为乎 乃问后主曰 颇思蜀否 后主曰 此奸乐 不思蜀也 须于 后主起身更衣 系正更至乡下曰 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 唐笔再问 可弃而答曰 先人坟墓远在蜀地 乃心惜悲 无日不思 进宫必放陛下归属已 后主牢记入席 久将为罪 招又问曰 颇思蜀否 后主如系正之言以对 欲哭无泪 遂避其目 招曰 何乃似系正与也 后主开幕经事曰 诚如遵命 招即左右揭笑之 招因此身洗后主诚实 并不疑虑 后人有诗探曰 追欢作乐笑言开 不念为王伴点哀 快乐意相望故国 方之后主是庸才 却说朝中大臣 应招收穿有功 遂尊之为王 表奏为主曹患 拾幻名为天子 使不能主张 正皆由司马氏 不敢不从 遂封进宫司马昭为晋王 是赴司马懿为宣王 凶司马施为锦王 招妻乃王宿之女 生二子 掌约司马炎 人物魁违 立法垂地 两手过息 聪明英武 胆量过人 赐曰司马幽 性情温和 恭俭孝替 招甚爱之 因司马师无子 四幽以祭其后 招常曰 天下者 乃无兄之天下也 于是司马昭受封进王 欲立幽为是子 山桃建曰 费长立幽 为礼不祥 甲冲和增培秀义建曰 长子聪明神武 有超市之才 人望继貌 天表如此 非人臣之相也 招犹豫未决 太魏王祥司空 寻以建曰 前代立少 多治乱国 愿殿下司之 招遂立长子 司马炎为是子 大臣奏称 当年乡武县天将一人 身长二丈鱼 脚鸡长三尺二寸 白发苍然 着黄丹衣 果黄金 竹梨头杖 自称曰 无乃名王也 今来暴辱 天下幻王 立见太平 如此在世游行三日 忽然不见 此乃殿下之锐也 殿下可待二十流冠冕 见天子荆旗 出井入壁 承经跟车 被六马 敬王妃为王后 立世子为太子 招心中暗戏 回到宫中 正欲饮食 忽众风不语 四日 并为 太尉王翔 司徒何曾 司马寻以 吉诸大臣入宫问安 朝不能言 以守指太子司马炎而死 十八月新卯日也 何曾曰 天下大势皆在晋王 可立太子为晋王 然后寄葬 四日司马炎及晋王位 封何曾为晋丞相 司马旺为司徒 使包为标记将军 陈千为 车记将军 是父为文王 安葬已必 言赵贾冲裴秀入宫问曰 曹操曾云 若天命在吾 吾其为周文王乎 国有此是否 冲曰 曹氏受汉禄 孔仁亦论篡逆之名 故出此言 乃名叫曹批为天子也 言曰 孤父王彼曹操何如 冲曰 曹遂宫盖华夏 夏明为其威而不怀其德 子批忌业 差役慎重 东西驱驰 未有凝碎 后我宣王 谨王累建大功 不恩施德 天下归心久矣 文王并吞稀蜀 宫盖还宇 又起操之可比乎 言曰 曹批上少汉桶 姑岂不可少未统爷 甲冲裴秀二人再败而奏曰 殿下正当法曹批少汉故事 傅竹寿善台 布告天下 以及大魏 言大喜 次日待见入内 此时为主曹患连日不曾涉朝 心神恍惚 举止失措 言直入后宫 患荒下御踏而迎 言坐定 问曰 未知天下 谁知利也 换曰 接近王父祖之刺耳 言孝曰 吾官陛下 文不能论道 吾不能经邦 何不让有才得者助之 换大惊 口径不能言 旁有皇门侍郎章杰大赫曰 敬王之言差矣 昔日为五祖皇帝东荡西除 南征北讨 非容易得此天下 今天子有得无罪 何故让与人也 言大怒曰 此设计乃大汉之设计也 曹操邪天子已令诸侯 自立为王 篡夺汉事 五祖父三是辅慰 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 十司马氏之力也 四海贤之 无今日岂不堪少位之天下乎 杰幼曰 欲行此事 是窜国之贼也 言大怒曰 无与汉家报仇 有何不可 至五世将张截乱棍打死于殿下 唤弃类贵告 言启身下殿而去 换位甲冲培秀曰 事已及已 如之奈何 冲曰 天数尽矣 陛下不可逆天 当照汉献帝故事 重修寿善台 据大礼 善未与晋王 上何天心 下顺民情 陛下可保无余矣 换从之 遂令甲冲竹寿善台 以十二月甲子日 换亲捧传国喜 立于台上 大会文武 后人有诗探曰 未吞汉事进吞曹 天运循环不可逃 张杰可怜中国死 一拳怎杖太山高 请进王司马严登坛 授予大礼 换下坛 去供福利于扳手 严端坐于台上 甲冲裴秀列于左右 执剑 令曹患在拜福地听命 冲曰 自汉建安二十五年 未受汉善 已经四十五年已 今天陆永中 天命在尽 司马士功德迷隆 及天祭帝 可及皇帝正位 以少位统 丰辱为臣流亡 初旧金庸城居治 当时启成 非宣赵不许入京 唤弃谢而去 太父司马福 哭拜于唤前曰 臣身为卫臣 终不备为也 严建福如此 丰福为安平王 福不受而退 是日文武百官 在拜于台下 山呼万岁 严绍卫统 国号大晋 改元为太史元年 大赦天下 魏遂王 后人有诗探约 晋国规模如魏王 陈留宗姬四山羊 重行受善台前世 回首当年指自商 晋帝司马炎追赤司马义为宣帝 伯父司马师为景帝 父司马昭为文帝 立七庙以光祖宗 哪七庙 汉征熙将军司马军 军生御章太守司马亮 亮生尹川太守司马骏 骏生金兆尹司马房 房生宣帝司马义 义生锦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 是为七庙也 大事已定 每日涉朝祭亦发无之策 正是汉家成国已非旧 吾国江山将复庚 为之怎生发无 且看下文分解 优渡